点击播放电台,阿姨带你聆听这一路的潮起潮落,拉黑一个爱过的人,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,因为当你决定拉黑的那一刻起,你已经明白往后余生,便再也不会知道他的动态,甚至他的生活也再也不会有你。 有人说,我对你这么好,我从前对你这么好,哪怕已经没有了在一起的可能,也不至于拉黑吧,我想,他大概爱得不够过深,他不明白,真正爱得透彻的人,感情走到最尽头的时候,是很难释然成为朋友的,比起每天看着朋友圈里的那个西域就爱,看着他结交心话,看着他与爱人狼情切忆, 有时候,拉黑是保全自己最好的方式,也是留给自己最后的尊重,吵着闹着要离开的人,从来都不是真正要离开的人,那些当然离开还愿意留着联系方式的,是真的可以轻而易举放下的人,只有那些爱而不得却又无法忘怀的人,才会选择删除拉黑,而删除拉黑一个人,并不是真正的忘了对方, 而是绝望的放下,不记得哪个哲人说过,他说,分手后不能做朋友,因为彼此伤害过,也不能做敌人,因为彼此深爱过,因此,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所以啊,那个亲手拉黑了爱过的人的你,才是这段感情里爱得最深的人,也是最在乎对方的人,不是怕未来时间不够,也不是怕再也遇不到像他这样的人,只是想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回味起这段感情,还好,没有变质的太快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